菩提心 窘出繁琴 窘出越超越 远远的超越繁琴 功用难死 他的功德 他的作用不可思议 如是心心 名为发生 那么换一句话说 菩提心心 并且就是真的发生 那么 慧能大死 发生大死 发生大死 就是佛 所以 使佛道之本体 名为菩提 把菩提的体 以菩提的名称说出来了 这是发生菩提 下面则是报神 发生本具 那是信德 不是修成的 是信德 修得有功 信德放弃 修得基础 就是放下业障 很有别的 统统在放下 放下 信德就先起 就先起 古 被修 被修万恨 功德 庄严 得 保身佛 佛 信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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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不要修呢 要修 那修的意思是什么 修是给人做榜样 给人做样子 如果你不修就成佛了 大家想 你不修 我也可以不修啊 那我也能成佛了 不然 你看看 释迦牟尼佛 大车大悟了 他在洛业云 跟吴比丘 讲四地法门 小城法了 仁天法了 而且呢 做出小城的样子 小城的比丘 每一天出去脱布 出去行画 持节 修订 讲经教学 做出 榜样 唯一有则 给大家做榜样 做好样子 功德庄严 得报身疯苦 报身 愿民 居得 通达无碍 愿是愿满 明是光明 居足 万得万能 通达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这叫 语言通无碍 这叫 报身菩提 第二种 第三种呢 从报身 佛苦 从这个 报身 流心 化身 这是变化的 随机 化身 妙用 无求 这个作用 是对众生的 设法 实际 无量 无边的 有缘 众生 这佛经上 常讲 佛 不度 无缘 之人 他跟你们有缘 你度不了他 为什么 你度他 他不相信 什么叫有缘 他相信你 他听你的话 这叫有缘 你再高明 他不相信你 他不听你的 你怎么教他 都没用处 他叫无缘 有缘 众生 这都无量 接种 不管跟你是 有善缘 还是有缩缘 只要是有缘 他就会听你的 缘成熟了 他会热心的 向你学习 他一生 他就能成就 缘不成熟了 要慢慢等待 要教他 这一生缘没成熟 教他一天 下一生又遇到了 再教他一天 佛足众生 不是一生成就 生生世世 帮助众生 慢慢等待 他成熟了 成熟 就用这个法门 他帮助他 往生 他就圆满成就了 换句话说 一切修佛的人 遇到尽荣 真信 切约 我们就晓得 这叫什么 这语言完全成熟了 他这一生 决定成福去了 如果遇到尽忠 还有一点怀疑 还不能完全相信 还想学这个 学那个 那就是 他的语言还没成熟 这一生不能往生 再等来生后世 这个我们都在心里 看得到 一看就晓得 他是不是有缘 他缘有没有成熟 统统要帮助 没有缘的人 要跟他借缘 借缘来生 就有缘了 因此 我们对于 借缘不能 不过 不能不做 念一句 阿弥陀佛 他听到了 这都是跟他借缘了 我们身上带一参念珠 他也看到了 笑得这是佛 也借缘了 总要叫他 跟我们接触 让他心里 有意无意 会有一个佛子 佛子心上 所谓是一粒而根 永远到中 他看到呢 一粒也根 永远到中 这个阿赖耶诗的佛的种子 特别是阿弥陀佛的种子 种下去了 这样才能够 教化众生 孤约 一无 一是利 不说人 他说无 无是法界全报了 如果说人呢 就人法界 不报其他的 说无是法界全报了 圆满通达 那么这叫化身菩提 我们由此可知 化身菩提是他首要 报身菩提是自首要 自己真正做到 离死无碍 死死无碍 圆满自己的智慧 圆满自己的德项 这属于报身